攀登珠峰用5G 居家VR看珠峰 有世界屋己之称的珠穆朗玛峰 每年5月吸引无数攀登者慕名前来 在2020年最佳登山季来临之前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海拔5000多米建设基站 实现了5G覆盖珠峰 近日 中国联通宣布 已实现珠峰观景台和珠峰大本营一号营地的5G全覆盖 中国电信也表示 已在珠峰大本营一号营地建成5G基站 5G信号已覆盖珠峰大本营 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指出 该公司已经开通珠峰大本营和5800米的三个5G基站 实现珠峰5800米以下区域的5G覆盖 预计于4月底前 完成6500米前景营地两个5G基站的建设开通 届时 中国移动5G信号将全程覆盖珠峰北坡登山路线及珠峰峰顶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5300米和5800米两个营地的5G基站建设工作 目前5G的上行速率达到了145兆 下行速率达到了1.2个G 同时6500米的基站和传输我们已经安装和铺设到位 等待开通 待后期天气好转以后 尽快的开通6500米的基站 把这5G覆盖珠峰峰顶 据介绍 本次中国移动5G上珠峰项目一共有150多人参与 其中有20多人在海拔5300米以上区域驻守 由于珠峰大本营及以上区域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 物资搬运 进场施工等都十分困难 且珠峰区域自然环境恶劣 因此 5G基站建设技术复杂 建设量大 建设环境也要求更高 在5800米和6500米我们准备建设三个5G基站 累计要运送8吨以上的物资 由于上面没有路 我们这些物资都需要通过人背牛驼的方式运送上去 这个物资运送难度非常大 同时 要铺设25公里以上的光缆 这些光缆全部是需要人背上去 在基站电力供应方面 我们也是通过牦牛把油料和油机运到5800米和6500米的营地 通过发电的方式来解决基站供电的问题 据了解 为确保施工顺利安全进行 成建公司对施工人员进行了统一的登山训练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统一设立生活区 对生活和施工垃圾进行集中处理 相关负责人表示 5G对珠峰的全面覆盖 不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的网络服务 也让普通民众可以通过4K高清云端直播观看珠峰美景 5G建成之后有很多好处 他第一 他可以为我们的登山队员提供5G网络服务 第二 如果在珠峰区域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可以通过5G更方便地做好救援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针对没有来珠峰 或者是无法到珠峰来的人通过我们的5G加VR的方式 让他们远程的切身来体验我们珠峰的美景